国足队长被问有没有腹肌,连过红心不跳说,没有,主持人一脸鄙视,要说,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,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世界杯的比赛吧,四年一届的世界杯,今年的俄罗斯如期开赛,经过小组赛,八分之一决赛后,如今世界杯的赛场上仅剩四支球队,截止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,俄罗斯世界杯四强正式诞生, 分别是,法国队,比利时队,科罗地亚队,英格兰队,但是随着世界杯四强的诞生,相信国内球迷们都有一个想法,那就是中国队什么时候还能进入一次世界杯的正赛,哪怕是小组赛也行,俄罗斯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中,而国足正能待在家里通过电视观看比赛,而世界杯的比赛也使得国足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, 要说现在形容国足最多的一个词,那应该就是白斩鸡了吧,为什么要说国足是白斩鸡呢?因为国足的生活似乎是非常的潇洒,虽然会参加训练,但是训练过后的大鱼大肉实在是让人很费解,难道现在的运动员,都不注意身材的吗? C罗每天吃的都是水煮鸡胸肉和沙拉,而国足吃的却是火锅啤酒,这样的差距真的是有一点点大,然而国足除了在家看电视以外,同样是闲不住,前段时间赵旭日还给C罗颁奖,一时间被网友们各种调侃,然而这些调侃,似乎国足已经是习惯了, 不过除了赵旭日以外,冯霄亭也参加了某节目的录制,节目中直接就提到了,关于现在网友讨论最多的,国足有没有伏击的一件事,当时女主持人可能也是知道国足被网友叫成白斩鸡,所以主持人专门问了冯霄亭有没有伏击,而冯霄亭回答,则是有一点点慌张,一边捂着肚子,一边说没有没有,要知道,国足对外说的, 他们一天要做五百个练腰部的动作,如果没有伏击那就真的是说不过去了,不过不知道冯霄亭是调侃网友还是说他真的没有,对于冯霄亭的回答,主持人似乎也是有一点点莫名其妙,顺口就说出了一句话,他好意思啊,这样简单的五个字,就连字幕都没敢打出来,主持人这样的话应该是说到了网友们的心坎里, 估计网友们都想这么去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